因为他说他抽中了4首2137的腾胜薄药 他说要哭惨了,究竟要守多久呢? 这个是芒芒来的 最近大家都很无奈 之前就看到很多新股上市 就很Hit 但可能去到现在,叫做小小水尾 可能没有升得那么多 甚至是暗盘价,昨天都跌了 如果你要给一些指引他 又会怎样建议芒芒去做呢? 他有四首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如果比较差一点的表现的时候 有机会就会像这个2171 就会像这个科制的状况 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股价表现 似乎都是逐步去到这个上市价的位置 看一看观众朋友的上市价是22.25 是的 现在刚刚对完盘是21.4 因为我说科制 不好意思 按照那个股价表现来看的时候 2171 你看到初段跌了 跌了招股价 但逐步回升了 我觉得行胜就有机会出现这个状况 当然如果比较乐观一些 就像这个2190的归创通桥就更加好 第一天就已经松绑就可以走得到 但你看到股价走势就不漂亮 第一天不良 所以所以如果你见到第一天的表现是不错的 过程只有2%或者3%相市价 是高出这个水平 走的消息会比较适合 但现在的走势就像在科制的状况 如果股价一直都可以守在20元上 我觉得可以先观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到23元或24元的位置 始终有四手 到时可以考虑减持一两手 套一点点 其他可以等一等 值得留意近期的B字股 虽然股价表现比较参差一点 但普遍都有基石投资者来参与 一般来说三个月至半年之间 这段时间这些股份回升的机会比较高 我自己觉得有耐性授受 你也建议不需要太不开心 可以先等一等 而且不用急着一开始21.4元 是否建议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可能都心急 但现在有一个四方便要开始欠 欠钱 当然你说如果是 比较上是担心的话 你沽出一点也无方 因为始终有四手的时候 沽出一两手先都可以 但这一只股份来看的时候 扣起基石投资者的认购股份的数量 其实它仍有八千多万股的街货 应该股份的沽压未必真的强 我觉得搜一搜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的 也不需要太不开心 即使刚才说科技的时候 其实也要搜 但等完一段时间后 可能一个多月 都可以上个照顾价楼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